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是他的身后却又出现一车警察 两方举起枪互相对着 阿炮和鸡被夹在中间 而故事要从阿炮的小时候说起 六十年代的上帝之船还没有一份之过混蛋 五家可归的人被政府翻开到前面 结成了平民户 当时相当这里的是三名少年 人称少年三甲的阿毛 阿甲 阿呆 他们之所以被称为少年三甲 是一位抢劫共亡的瓦斯车 阿甲瓦斯刺给上帝之身的平民 阿毛还有两个小分班 他的弟弟小豆子和班尼 而阿呆是阿炮的哥哥 但阿炮没赶回社会 并没有加入他们行列 小豆子似乎也是勃勃 对于混身毁有很高的思想学物 八字算命书 亚诚八字命令 是基于生成八字悔患的一门章目书 向大家推荐一位 研究八字命令2010年的道长 现场八字算命书 新加风水武器 凌骨法师 道长微信 2088-2988 抢劫瓦斯车并没有做到拽头 于是小豆子给少年三甲出鼓励 抢劫爱情旅馆 因为那个时候 能带人去开房的人都不会开除 而少年三甲并没有让小豆子在那里行动 这给了三甲把手枪在外面放风 告诉他 嫖子来了就打死旅馆放风 小豆子虽然很没情愿 但也成了妥协 上年三甲闯进旅馆 挨个房间最高的财务 打断了一张男女的好吃 这时候 旅馆的窗户突然碎裂 三甲知道跑起来了 赶紧跑路 但在外面放风的小豆子 却不见踪影 他们顾不得这么多 只好先走 而在三甲走后 旅馆里所有的人全都被杀了 因此 警方出动了大量的一个人从他凶手 阿甲在调好的途中乱了脚 被阿袋带到树林里躲起来 阿毛地位里面虎外脚的阿甲 看下严肃的检查 阿甲和阿呆在身上躲着一省 第二天早上 阿甲看起生起的胎儿 表示自己要亲身之上 他无所畏惧的日面请他的作为 和他身后无辜的人却没有害怕操有 警方以为那人是凶手 与阿甲踏肩而过 追悟他身后的人 而三甲的命运也就此出现了分歧 阿毛躲在一个姐妹的家里 并且和妹妹一位爱人 但阿毛这边游手好险 又不久了 那个想要离开他 或者和他离开这里 彻底机会击少 阿贝这边回到家里 被执行打了一顿 让他以后跟着自己卖鱼 不要再有事折飞 但兄弟从不停手 只会先暂停 阿呆高到上了一名人妻 偷勤的时候被人妻的丈夫发现 阿贝哭死了没啥就跑了 但元气 却被丈夫移动之下被杀了 第二天 有连续报警 将丈夫炸了起来 此时 阿毛和鱼尔接触了一张汽车 就被人妻倒飞 但汽车却在关键时刻帮忙了 只有推送汽车才能让发动作运车 不但说下 阿毛只好将手下 再给鱼尔去汽车 然而远出来抓捕丈夫的警察 却打死了阿毛 被他开枪设计 阿毛中旦 为了让鱼尔安全领域 她逃往与汽车不同的方向 连续报警 最后就到了鱼尔 阿宝随着在阿毛的视频上 看到一群摄影师对着实体附近拍摄 觉得拍照非常悬促 从此 立即是为一名摄影师 说回阿呆 她偷勤被抓好 准备逃跑 但是遇到了失踪趋走的小偷子 他说半年数的钱 运则似乎不得不错 阿德抢抢了三人的钱 想要作为逃跑的资金 小豆子却套出手枪 向着握着她 让她的手枪防身 可是在阿呆转过身的时候 开枪杀了她 然后不停地对着阿呆的尸体 扣托着担心 露出了疯狂的笑容 再来 爱情旅馆里面 全都被小豆子杀了 她不甘心只为参加网络 为了满足自己杀人的欲望 她在最高度 下好了三人 然后进入旅馆 一枪枪杀了旅馆里的所有人 有非在皮肤上都是绝在的牙齿 小豆子开心地笑了 然后 为了另一件事情爱慕 她和班尼一起离开了独立库 让富人出抢劫沃 但如今三下已经分工运气了 小豆子与班尼又非常之有三岁天赋 他们在杀人的热泽地长大 十八岁就成了上帝之所的同好服务 感言为小霸王 只是 太低不满抢劫带来的收益 逼下了赚钱更快的赞毒脉 小霸王瞄准了上帝最上的几个贩毒大王 杀狼 除了一张女 关系最好的红毛之外的全部取材 几乎统立了上一支手 有所有毒性效应 并且 埋葬了警察 都在发生猜猜 穿鼻子手 居然奇迹般地 一般的合理 阿胖买了一台年轻的相机 从基础采出生育 他提供上了一个名叫 安杰利桑女士 可是很不错 人家已经有男朋友了 但即使如此 阿胖买了一位安杰利桑 最后悔悉 比如为他找到霸王 不过他是不敢想叫霸王过来 但是小霸王 因为他是阿呆的弟弟 而杀了他 所以只能找 东西市里叫小霸王 红毛本来是上迪之后的第一毒架 只不过 现在小霸王一家够大 而且只能对红毛虎实单单 红毛只好脚进一步 做出生意 最小一圈海虎 在红毛的地区也有最多的 小霸王一切接着想法 而红毛对小霸王 认识自己地区的事情也非常不满 两方活药为世故 班尼总能调缝 划除了局面 但小霸王还是杀到了那圈海虎中的两个人 但新家人的小弟 选择提供了一个杀利 像小的那个海虎被吓得发生大毒 那名小弟最终杀死了另一个 成为年长的海虎 小霸王稳定着上帝之城的治安 但班尼却获得了班尼利桑的方式 出去班尼 小霸王最后腾打 他也愿意进去胜天 班尼和小霸王不同 他就是圆滑左右中圆 而且和平民窟的这群土包子也不同 班尼的审美不满足于平民窟的服装和造型 从安杰利桑的前男友手里买来了夫人去的衣服 并且买了一趟皇帽 之后 则捉过安杰利桑的前男友遇到她 成功地领夺了安杰利桑的肖心 而阿桑却还是个群光蛋小树 他以为安杰利桑选和班尼 是因为觉得混社会的班尼很帅 以此 找到他和阿奈瑞上的手枪 要去抢劫 第一阵抢劫的目标是公交车 社会员比较帅的 他当过兵 是营队里的第一神射手 而且人也只说 只说阿炮和他朋友一架车上去 阿炮最后在害怕里修会之中 下了车 但他却没放弃 准备去抢劫面包店 结果 这次也没想过 女听员似乎喜欢阿炮 还和他抢琴 阿炮沉自在其中不忍下手 最后两次抢劫 他也明白了自己 并不适合做坏事 而实际上 安杰丽卡也并不喜欢班尼和成婚 反而还对劝劝他精神欺慎 班尼答应了安杰丽卡 举办了圣诞的合作婚 小霸王就找到班尼不让他走 表示一个这样的女人 不值得他逃避一切 班尼却说 她不是剑子 是我的女人 她说自己已经受不了 小霸王过期的作风 男人还是最好的朋友 按下讲她选择女孩 而后班尼遇到了一个用相机换毒品的少年 安杰丽卡知道阿炮去了相机 于是班尼召唤的相机送给阿炮 小霸王却突然抢过相机 班尼为了毒魂相机 和小霸王撕射起来 聚会的灯光才频繁的闪烁 小霸王的仇人 在灯光的掩护下逼他开闪 但却打出了班尼 人群因空而散 安杰丽卡抱着班尼失声痛哭 小霸王却觉得 一切都是因她而起 赶走了她 然后会在最好的朋友面前 打成了信号 小霸王的仇人来突破红毛 因而班尼是红毛的朋友 一直以来 都是班尼在小霸王院前护着红毛 于是班尼离死 两人之心的反处 大了一切 于是红毛杀了小霸王的仇人 看起九神即将发生的大战 小霸王因为班尼的死 心情糟糕 强解了明明尼禁 而是明明尼禁 正是神当小的帅男的女人 事后 为了探索秘密 还杀了她的班尼 塞丽德奖心活了下 加入了红毛的帮派 小霸王知道了 他们自己只能看出有强 而人家是不用强 对他举例的交往 他们十个人也不如帅男的一个人 刚开始加入红毛的帮派 塞丽德还秉承着 不杀无辜的信仰 但与小霸王活动 需要装备代料 他们只能去抢卸银行 或者住宝店 海河集团行动的一半钟 三战队业名单 无法避免不及人 小霸王和红毛 两个帮派的大战大战 上帝之上 其地盘的合并也深刻结束 城市的一份为二 变成两个区域 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了火兵中 原因多数多样 厌实的不认识的 双方都有许多熟人 而火兵则成为了他们发现的借口 战火持续了一年多 已经没有人及的前因后果 双方都在接触对方的生意 赚更多的钱 那更多影响 赛赛德在附加镇里被裁了黑枪 战后被警方山山来水将会带走 社会媒体对赛赛德进行的采访 他对警察不传小霸王指教自己 而警方也终于不能再对小霸王做事不管 表示对他双方全部带走 小霸王看着赛德上的包子头条非常多 他才是商业自身最大的桃子 包子上却被他的名字都没有 小霸王想要揭露下自己一年的生意 他担心的翻译就被阿托的翻译 他只没了回路 于是找来了 有点在包子会做的阿托 原理举起的阿托在拿到相机后 找一遍了一个人 他便于相机机成正常的方态平原 摆出不同的照片 为他们拍下一张张照片 阿托人家是拿会包子重启 但是洗好后 却被一名女同事看到 刊登在她的报纸上 小霸王的照片被公开 阿托担心小霸王会杀人 愤怒地找到了另一名女同事 女同事安静了身体的阿托 给了她一份照片使用费 然是 原来到时发现了阿托的行李 在她提醒了十几岁一时 才给她配备了三年相机 这次阿托晚上不敢过去女同事 于是女同事将她代表了一个家里 事后的事情就不必做多了 来一晚 阿托终于成为了大人 而此时 医院里也在发生了同样的事 鸿帮的手下倒闭了女同事 最多了在一面养伤的其他男同事 另一边 小霸王不但没有生气 反而因为上了报纸 被冒险 她至此叮动了大量的军火 只得和鸿绝与死亡 但是又没有那么多的权 于是她就给了老办法 撕穿了够一箱的货物 撕下手下 撕撒给一场柴桶 让他们帮助自己对于鸿 这时 一只鸡追踪了小霸王 小霸王大笑着 让一层马蹄枪的海盘去追捕 既拼命的跑 多不容易是带走鸡车 最终来到了实际上 是阿炮的命运 也是被最开手的阶段 阿炮听说小霸王的命运 只为关系 事后却说这一套鸡车 阿炮和鸡被前面养伤了 小霸王人多次重 解采是好分手 小霸王的底下 小霸王等人的实际大乱 她看着阿炮的相机 让她给弟兄们拍照 阿炮和阿炮的实际上 安全快门的同时 小霸王一名手下 也认识跑 是赛奈德 比红毛等人前来偷袭 接着的枪杖也被爆发 阿炮赶紧走到了掩体里 向几个派人不静的暗家 她换身成为了战略记者 基本上的机场冲突 赛奈德手下的一小汉手枪 但她现在死前射稍微赛奈德 原来她的父亲是在红毛等人 为了收集资金购买军国的时候 被赛奈德打死 赛奈德死了 枪权结束了 警方再次身上来死 抓住了红毛与小霸王 阿炮为了获得更多的照片 紧紧的登在警察后面 警方将小霸王带到临树小巷里 原来 那批军伙的供应商正是警方 最后 虽然警方释放了小霸王 但是没收了他的所有财产 作为军伙的购买费 如今 小霸王已经身份破产 他的兄弟们也全都死了 只剩下一群 拿着手枪的孩童 小霸王还想重振起鬼 那些孩童 却将他追导回导 剪天老 该往当家了 最后在一件激烈的想象中 小霸王死了 阿炮 记录了小霸王与警方的交易 然后被杀的整个过程 凭据这一件照片 他成功的升职为摄影师 改名为《威尔森·罗基利》 这一件 《上帝剧场》重现异众 那时孩童拿着枪 在小巷里讨论着别人的死 就好像当年的小霸王一样 《上帝剧场》是2002年上映的影片 由巴西人卡地亚兰德 与范尔兰多 美人有次导人 故事根据真实时间改变 讲述了在李约瑞内卢的平衡库中 那些黑智慧的故事 之所以叫做《上帝剧场》 主要是因为李约瑞内卢 有一座随道的耶稣雕像 俘态着这个城市 但与雕像的见识者 所希望的交叛 这个城市里的罪恶 就不从影片里描述的无恐怖 而且似乎没有任何挽救 与逃离的办法 影片的进步运动和剪辑 都已经刷了 显示有全程高能 完全没有任何面 可以说 在影片播放的任何时间点 开始看这个电影 都很容易一直见识到看完 影片拿出了一个 有时看似程谱的 从想给瓦斯行杀战役开始的黑社会 但因为没有任何执法机构的干预 大家都没有行为底线 更称不上有任何道德存在 所以他们的行为与手段 只能越来越残忍 算对年龄越来越低 直到进入越来越深的堕落 因为全是黑人隐人 乍一看会有些脸麻 但人物刻画得非常鲜明 小胖我们相当努无知 班尼的乐罪与卡拉 甚至是阿胖的感受与斗主 都让你影响非常深刻 只是 但看完神变 会发现影响的真正组织 是这片私生战役的鼓励 所有人没有教育 不知道什么是好的 也不知道如何摆脱现在的生活 但这是因为所有人都是这样 心情感的人更加不知道 要如何摆脱这种作用的循环 就算想要独善其身 只要不脱离这个事实的 一些负面的地方 甚至不会因为弱小 而成为我们的暴力有没有对象 影片所描述的这种 让我们的循环 教室上影片里面 这种离人痴涵的暴力 带给观众传入的感觉 《鱼泥版黑帮天》 讲述黑帮成员之间的异性 或者被困的痛 事实上的继承 深入了暴力 与黑社会证实的根本原因 从人性角度 为观众产出了《罪恶志愿》 本片IMD并且发明记 排名21 《豆瓣8.9》 排名86 是一部相当值得一看的影片 我叫牧鱼水星 欢迎观众我的希望微博 或者微信公众号 第一时间分享一个专举的影片 专业的动画分析 和不一样的轻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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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